目前政府正在实施温室气体标准管理制度 也就是指定管理企业逐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回顾过去优秀事例 学习减排优秀事例的国际会议 拉开了一幕 请看现场报道 二氧化碳和水蒸汽等温室气体 是引起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 随着由此引发的气候变化 成为全世界热点问题 2002年温室气体排放权益交易市场正式启动 最近正在实施温室气体目标管理制 为此知识经济部于本月21日 在大韩商工会所国际会议厅举办了 2012温室气体能源目标管理国际会议 可持续发展国际中心的 Jotin Monkuben研究委员正在发表演讲 演讲主题是运用专利信息的节能减排技术发掘及应用 参加本次活动的 由知识经济部能源节约推进团长宋友中 目标管理企业、国内外专家 和来自各行协会的相关人士共400多人 此外针对目标管理制度的执行和支援 像LG电子昌原二工厂等四家目标管理优秀企业 和三家执行支援优秀企业 以及18名个人代表 办法了知识经济部长官表彰 知识经济部相关人士鼓励排放企业有责任感的行动 并表示政府也将从明年开始 对减排设施提供10%的减税优惠 将扩大对绿色能源技术的投资 第一个是中国